背著背包爬爬燥 來到新旅入住 推開房門就是上下鋪床位 房間走簡約設計風 在這裡住一晚600元有照 非常便宜 超便宜 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這邊大概平均一個晚上 470元左右 捷運站印出來就到了 這邊超多東西可以買的 後面是新絕江 雖然只提供簡單備品 但位於高雄新絕江商圈的 絕佳地理位置 加上旁邊就有捷運 便宜房價不但含早餐 就連公共設施 也全都免費使用 經濟實惠 就是自由行的旅客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 然後我們也就是 滿多學生團體 都會來這裡包一間房間 然後也有許多的家庭客 去年陸客來台人數銳減 南部不少飯店倒閉求售 如今春節後 據傳陸客來台名額 將再減半 飯店業者除了打出流血架 也積極開發客源 而同樣走平價路線的輕旅 還有高雄這一家 那我們這邊裡面請 我們建房那部分 是需的位置 寬敞明亮大空間 上下不設計 可以容納8到10人 起碼好友全能住一起 睡一晚只要600元 其實主要我們的旅行者 是不分國籍 所以陸客來說 對我們來說 不是最大的比例客群 所以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獨特交易廳設計 填滿國內外旅客照片 每張都有特別涵義 主打評價創意巧思 也讓文創輕旅館 在這波陸客縮減寒冬旗 殺出一條血路 開創新商機 至林真彥無國政務 美宣高雄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